Hello各位Youtube的常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古董的价格体系 说实话就是这个 很不好聊 说实话也是很好聊 我们就直来直去的说吧 你如果想对古董的某一件器物的价格了解的话 你必须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圈子里 我这个跟大家说的很明白 如果你不是一个游离在圈内和圈外的 这么一个常友的话 你就不要追求古董的行内价格 作为一个这个鉴定师也好 或者说作为一个古董圈子里的人也好 其实他有三块构成的 就是当然其中有一块呢 就是这个识别器物的辛劳 这是一块 还有另一块呢就是价格体系 有的常友比如说你 你这个能识别器物的辛劳了 但是呢你对价格把控的不够好的话 实际上你也无法这个称之为圈子里的人 因为这个这件器物多少钱你不知道 就是精准的你不知道 因为行内啊 他对这个价格要求是极其的严格的 你像我们控价的话 基本上价格会控制在上下浮动5%左右 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 一万块钱的东西插价就不会插五百 十万块钱的东西插价不能插这个五千 对吧 这应该是 对 这是5%啊 是不是 这个 大概啊 就是这么一个插价 就不可能插超过这个这个范畴 超过这个范畴了之后呢 那你这个可能你这个 你就会 损失了 那作为这个收藏者的话呢 不需要 这个 因为呢 因为你这个很难把控市场 就是这个行内价格 咱有 有一些 常友啊 就是 没事的时候 有的时候交流的过程中 总是想 探论一些 想了解这个行内价格 行内价格绝对不是用一句话和十句话能说得清的 因为它是一个 持续变动的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过程 它和这个市场价一样 你这个月是这个价格 你下个月有可能是另一个价格 对吧 或者是说在半年之后是另一个价格 就是这是我跟你说了 它是有品项尺寸 是不是 这个 发色 这个 等等这个几点构成的 就是同样这个两个盘子 或者同样两个碗 或者同样两个这个 什么气形 放在这 它俩的价格都是不相同的 它俩都是有价差的 所以说呀 咱们常有啊 如果不是行内人 我跟大家说 你不用追求这个 行内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这个真是很难的 我就说句比较白的话 就比你这个 见别的气务心老都要难 所以说咱们常有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 以后你就不要追求这个行内价格了 这个 你有这个心思 这个你用在别的处上 多看一些老的东西 多入手一些老的东西 这个 比这个都强 你就了解一个市场价格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市场价格 这个行内价格啊 由于这个你在行内的层次不相同 你这个 你得到的这个价差价格也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同样器物 我们说这个价格是 我看 比方说价格是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比方说当我卖的话 我基本上呢 基本上卖一万一 或者一万一千五 举例子 比如说 这个对于我下游的人来说 它的价格体系就是 这件东西就是一万一和一万一千五 大概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他的价格体系 是常年看这些东西树立起来的 但是如果要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大行家来了 这个行家 我们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谁 那他来了 我绝对不会要一万一和一万一千五 说实话 我一定会要两万 不 一万二 一万三 或者一万五 为啥 因为 我知道他是个大厂家 那怎么的 大厂家他怎么的 他问了 就说明他喜欢 他就 他就想这个 想这个想要 那我一定就 价格要的就高楼鞋 我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一定会这么去做 所以说呢 在行业内呢 就是树立这个 名气 也是一件很挠头的事情 而如果我要要一万五的话 他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呢 他认可一万五价格 一种可能性他不认可 就是高过他的价格体系的 他说这东西不值一万五 就这两种可能性 但问题来了 如果他上另一个渠道去买这个东西 另一个渠道 一看 也认识他 我告诉你 也会要一万五 或者要一万四 或者要一万六 也会往多里要 你知道吧 人的价格体系啊 都是由不停的 巡价的过程当中 来树立起来的 谁遇到了 哪一个上一级的这个批发商 遇到了大的长家 价格都是往上要的 因为他们一旦出手的话 他们出的也高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一个人 跟他说这东西一万五 他可能树立不了价格体系 如果十个人都跟他说一万五 他的价格体系里就是一万五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说这个大的长家 他的价格体系是 是树立错了吗 错了吗 不一定吧 不算错 因为十个人都跟他说 这个东西是一万五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道理 这里面说 还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看人下菜叠 古董这个圈子也是一样的 当然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场景 比较少 因为我遇到这种大长家 的时候也比较少 因为我零售嘛 不零售嘛 因为零售的话 一定会遇到 个性行行色色的人 如果你批发的话 你遇到的 就不会遇到那么多 新人嘛 大概就是 这么一个状态 这里面还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每一个 或者是我们当下 中国的 这个话可能是有一点啊 有一点突破这个底线了 但是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每一个这个玩股玩的 或者在行业内的 古董商 他都是一个半打的心理专家 他在察言观色 特别是做零售的 几乎都是在问你 揣摩你的心理 完了之后 报价 感觉你哪个东西 哪种价格你是能承受得了的 其实都是这样 这就是造成了古董无价的 这个 这么一个表象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当然这种行为 是对的是错的呢 如果单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上来说 或者是从一个零售商人的角度来说 也没有错 这个 察言观色嘛 谁都想把自己的东西 卖的价格高一点 这个都是正常的 但如果要是说 从 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里面有 三类人群 就是古董行业里有三类人群 就一类人群呢 是做实战 就说白了 就是古董犯了 还有一类人群是做学问 还有一类人群呢 就是 就是察言观色 做零售的 举例的 我不主张这个 这个察言观色 这一块 但是呢 也不反对别人这么去做 但我有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有那个时间的话 你有那个时间 有那个脑筋 你莫不如 学点真本 学在鉴别瓷器的新老 或者是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是古物的新老 是不是 多学一个品类 比你那个 搞那个什么 察言观色 是不是 半达 心理学专家 最后走成了 都要强 但恰恰呢 这个 这个行业内 几乎都是这种 这种情况 所以说 这个行业里 就了解多了 咱们常有 就问我这个价格 问我怎么回事啊 问我这个收不收 其实我都明白 很多常有 问了我十回 这个关于价格体系的事 问我收不收 但是一件货物 没有发给我 这就很明显了嘛 你说别的都没有用 是不是 你这 这就是 你说我 从事这行业 这么多年了 你说这 这点道理不赢了吗 就是 说白了 就是 看我的价格体系 拿我的价格体系 去收货去嘛 对不对 其实这种行为 是错误的 你知道吧 如果你按照我的价格体系收 你95%的东西 你都是收不到的 明明这件东西是老的 明明它是符合这个 藏友收购的 但是你偏要追求 批发商的价格 那你肯定 几乎就是拿不下来啊 对吧 如果这个行业 那么轻易拿下来的话 就是 我们每天 最头疼的问题就是 谈个价格嘛 并不是看哪间 器物的新老 它和产地皮是不相同的 产地皮是看这间器物的新老 只要这间器物是老的 八九成都能谈成 是这样的 你会观察到 而这个 如果你做批发商呢 你所遇到的所有的东西 几乎都是老的 因为对方给你拿出来 他敢拿新的 你笑死他 你说哥们 你会损他 你说你是不是在跟我俩开玩笑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像防尔师像 做批发呢 就是 有渠道了之后呢 几乎遇到的都是老的 甚至呢 就是价格的问题 我们之前讨论 比方说 比如说我和以前工人讨论 他能给我拿假的吗 那不可能啊 对不对 他给我拿新的吗 不可能 那我们讨论的 答不成的这个原因 就是价格的问题 是不是 那又说明啥呀 就是你如果 你的渠道 按照我的这个价格体系来的话 你几乎是收不到东西的 你说不到东西呢 你会怪 你说你这怎么 给的价格这么低呀 是不是 你不是 那你 你不能怪我 给的价格低 因为咱们站的层次不相同 这个就是 大家要明白这个 这就是价格体系 他绝对不是用一个视频 或一百日视频 能说的清的 比方说这件东西 一万块钱 再说 明年呢 一万三 是不是 行内价格我说的 行内价格一万三 你可能 我三个月之前 告诉你这东西 一万 三个月之后呢 我告诉你一万一 是不是 你这个东西 它也是不停的 在变的 这个价格体系 大家一定要 明白这个道理 再有呢 就是说 价格体系呢 你像 他和这个 别的 行当 不相同的呢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比如说你去买这个 土豆的 你说这土豆的 多钱一斤呢 对方告诉你 两块钱一斤 你说 我要 十斤 我要十斤 多要点 那可能 那个卖土豆的人 会告诉你 一块八 你说 我要一百斤呢 要一百斤呢 那可能 卖土豆的人 会告诉你 一块六 你说 我要一千斤呢 那人告诉你 一块二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这个 其他行当的 这个价格体系 是这样的 但是在 古董行业内 正好是相反的 大家明白 这道理吧 你要一个 对方可能说 就是 作为我们 我不知道别人 可能是 比如说 十块钱 你说我要十个 举例的 当然很少 有东西 比较少的 有东西 能拿出十个 除非 大渠道 是吧 相同的东西 类似的东西 能拿出十个 那我告诉你 这东西呢 十个也是十块 你说我要一百个 那我基本上 就告诉你 要不然就是 五十一个 要不然就是滚蛋 就这么简单 大家就 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这就是 古董的价格体系 还有呢 这是另一点 大家都明白 这个道理 再说一下 另一个 我个人观点 就是在追求 咱们特别多常有 都在问我 问我这个 价格的问题 我不是说 有所保留 我跟你说的价格体系 你根本就买不到 这是第一 第二个 你就是单凭 我告诉你 你树立不了 你的价格体系 你这个东西 一定是要大量的 过手什么的 所以说 你问我价格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 市场价格 就可以了 你了解 市场价格 就可以了 剩下的 你可以自己猜测 你按照你的比例 相减呢 减到这个 比方说 行业内价格 你加到这个 这个 加到这个 排卖行价格 这都是可以的 这是你自己的行为 对不对 我们再说一个观点 就是说 追求这个 当下的 行内价格 价格体系 是错误的一点 比如说 我们举真实案例 这个有一点说服力的 比如说这个小学书 我们在 我在我小时候 三四年间 一本好一点的小学书 就是品项好一点的 题材好一点的 两毛钱 我说的是旧的 不是新的 两毛钱 而当下 如果要是说 一个小学书 比较不错的 品项也不错的 多少钱呢 好的 价格好的 你不能按我的价格来衡量 我说价格高了 一万 一万 这是真的 咱们再特别要说 三十年前 你当下买东西 就跟三十年前买东西 到底是一样的 你 你当下在秋节 这东西是两毛 还是一毛五 这东西呢 你当时买 有可能花两毛买 但是你说 一毛五 你能不能卖给我 对方呢 一毛五有可能卖给你 也有可能不卖给你 这两毛可能现在都有 但是不管他卖给你也好 是一毛五卖给你也好 两毛钱卖给你也好 买了是最重要的 买了你才能有之后的 现在当下的价格的一万 就这个道理 至于那个时候 你是两毛买的 还一毛五买的 现在来看 根本就没有意义的 只要你东西是对的 没有意义 知道吧 你无非得当下来看 是当年省了五分钱 什么是有意义的 你把省下来的五分钱 讲价完了之后那五分钱 你又换做了一本 品项不太好的小学书 我这个是举例 推到当下 又卖多卖当下能支多钱呢 比如说 当下可能这五分钱呢 当下变成了五百块钱 或者变成一千块钱 这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只是把当时 省下来的五分钱 这个买糖吃了 那你这个东西 讲的当下来看 就是到我们今天来看 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你省下来的五分钱 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我告诉大家 就当下在买东西的时候 讲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讲上的价 尽量 讲上来的是东西 而不是讲上来的是省下的钱 当下来看是没有用的 有的常伙看了这段视频之后 会觉得 说你这个是举个例 是不是啊 这个当下一万块钱的小学书 也是比较少呢 是的 但是当年花两毛块钱 两毛钱买的这个 品项好的小学书 你不能说 不能说这个 一选一大堆吧 但是想选的话 绝对是不难的 这就是眼界的问题啊 对吧 当下呢 能卖到一万我们小学书 其实也很多 如果你说我这举的是个例 我们说再举个例子 说钱币 三十年前的钱币 如果丑的品项差不多的 我们还说品项好的 一块钱 一块钱 品项好的 品项可能差一点的 九毛八毛七毛 这都有 但是现在呢 一枚品项 差不多的钱币 卖到一千块钱 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价格 就是一块钱 卖到一千 那是翻了一千倍 对不对 是这么道理吧 翻一千倍的基础之上 你在 你在 你在纠结当时是一块钱买的 还一块一一块二 没有意义 大家知道 没有意义 任何一个 我可以这么说 拿时间换钱的这么一个行道 没有收藏 古董 来的这么暴力 你当下 我始终强调 我说每年的刚性升值是百分之三十 实际上来说 是当年的百分之三十 你第二年 可就不是百分之六十了 你第三年是百分之一 比如说第三年是百分之九十 或者百分之一百 你第四年呢 你那个百分之三十 是什么时候的百分之三十 咱们拿 咱们拿这个 一万块钱来举例 还是 一万块钱 第一年的百分之三十 是一万三 第二年的百分之三十 不是一万六 是一万六千多 对不对 是一万三的百分之三十 第三年的百分之三十呢 是两万 两万再往后 两万的百分之三十是多钱呢 两万的百分之三十就是六千了 直接就跳到两万六 所以说 才能三十年时间 翻到一千倍 就这个道理 但是他没跳出那个百分之三十的圈子 你听的是一千倍 但实际上 他还是每年刚进来百分比 这么往上走的 只不过有的年轻不好呢 走的慢一点 有的年轻好呢 走的跳的快一点 而已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呢 说的这个观点呢 咱们各位呢 可以认可 可以不认可 当然认可的话呢 不认可的话 你可以当做没有听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价格体系的问题 你可以 就是说到最会儿 就是你可以追求 追求这个价格体系 但是呢 就是你追 省下来的钱 尽量还是要换一件东西 这样呢 它生殖空间大 知道吗 这个价格体系呢 这个东西确实是 非常难树立 不要追求这个东西 它难的程度呢 比你识别新老都难 你有 你有那个 有那个劲了 别使偏了 别像我说的是 有的人就是 古董行业里 便比玩了三十年的 老老行业 我跟你说实话 那察言观色 这个钢尼 这能力都相当相当强 你知道吧 但是呢 就是在真正本事上 识别新老上 就完蛋了 这种人很多的 我遇到一个老爷子 我去上那个店里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 一个多少天 我的价格体系 那东西就三千块钱 那东西 他要了多少钱 要了八千 我说 我问了一下 多嘴 我说这个多少钱 他说八千 我说这个 我说不贵 挺好 这老头非常厉害 这老头说 你说不贵 老头直接就说出来 说真正的买家 是讨价还价的 说不贵的 说挺好的 你进来就是看一看 你就压根没想买 就直接这么闹的 直接跟我这么说的 而我就说 我说也不是 我说那便宜 如果便宜的话 我说也能买 花 那只能我就 基本上就这么说 那他 嘎就回来 你说多少钱 你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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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敢卖给你 我能说价吗 我如果真正说价的话 八千块钱的东西 我说三千 对于行的人来说 再说实话 他出价的时候 如果我俩认识 他出价 出八千 我只能损得他 但是我要给他三千 他只能损得我 他说你懂不懂啊 就你这样的 还买东西 你只能买新的 你说我怎么下了这个台 我还是去跟他争辩去吗 我说你 没在这个层次 你拿不来这么低的价格 我说那你的问题 你说你挂挂来 跟他们争辩 在一些那个屋里 不那么回事 所以说给你干的 我是 我是感觉行业里是啥 就给我干的 都是说白了 灰头土脸的 如果换一个呢 但是我心里明白 他这个 因为 这种人在行业内 就是 这三十年学啥了 就是学查验观色了 其实说实话 就是学偏了 东西屋里东西 一屋都是很普的东西 贵的东西 没有超过两万三万的 说实话 都是买卖货 当然可能 也有好的东西 当然这个 管店一般呢 这个 有好东西 也不拿出来 因为 你不是说 谁上去了 都看好的东西 那就像说 谁来了之后 你都要求看顾客 说来 你看 我看看你卡上 有多少钱 是不是 这是一种 不礼貌的行为 当然说明 银记有可能 东西藏起来 但是几乎就是 表面上我们能看到的 没有一件东西 是高路本的 都是买卖货 就这道理 就是人家走偏了 但熟悉 我当时出来之后 我就想 因为我还领着兄弟呢 是不是 有的人会觉得 面子上也挂不去 挂不住 但是如果他这种手法 就他这简单的几句话 这个手法 如果要用在一个 普通长家手里 你就受不了他那个钢 你刮给个价格 咔他就卖给你了 你这东西是老的 不是新的 东西确实是对的 是不是啊 就这么简单 就说呢 我们藏友 跟大家说 在你没有能力识别 气无吸老的过程当中 什么价格体系啊 什么这个 茶阴观色 这东西都不要学 学的东西没有用 这是我个人观点 可能我是从实战出来的 比如说我不太觉得 不太建议大家注重那些东西 好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常友 再见